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未来教育凯学数学 第五题是两点间的距离 我先讲一个观念 很简单很简单的观念 如果今天这个点叫做7 这个坐标点它叫做10 那请问你ab的距离是多少 3嘛对不对 你那个3是怎么来的 3是不是叫做10去减7 会得到3 所以如果今天要算两点间的距离 其实我们的方 我的方法 两点间的距离 我就会直接拿大数去减掉小数 好当然你在书上也有可能会看到a-b 两个人取绝对值 这个都叫做两点间的距离 好观念其实就这样 问你两点间的距离 就把它大数减小数就好了 好我们来看题目 它说数线上有三个点 它叫做a点b点c点 分别叫a-10跟10 a点到b点的距离 加b点到c点的距离 好以后其实就会写成这样而已 它会写ab线段 加上什么bc的线段 这两个长度加起来等于 30要求a点 哇哦 这一题的答案怎么算 ab线段 因为a是未知数嘛 所以我这么要设没出来 可是我可以先算bc啊 bc多少 好bc的线段长 你看哦 一个叫-10 一个叫做10 所以我知道说两个人的大-小 叫做10-什么-10 好套到我刚刚讲的减负 就加嘛 10-10 10加10 当然就叫做20 所以我就知道说 ab线段长当然等于 30-20 叫做10公分 好最后 你知道b的坐标是多少吗 -10 但是a跟b的距离叫做10公分 那a可能在哪里 它有可能在往右的10公分 也有可能在往左的什么 10公分 好 所以a点 有可能在这两个地方 所以最后a的坐标 就把-10 往右就是加嘛 加10 那就叫做0 那a点也有可能是往左 -10 怎样 -10 对不对 往左就减 所以这个叫-10-10 -20 好 最后的答案 a可能的坐标为0 或者叫做-20 OK 搞定